HELLO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有兩天不見了 經過這兩天老是去休假 休假回來之後 在禮拜一第一天解盤的影片 我覺得 目前我們關注到整個盤勢的重點 跟過去這一週以來的情形差不多 整體的成交量是比較明顯不足 所謂的不足是在以多方的一個攻擊量來看 它都是屬於一個比較低量的一個水準 我們從成交量把它加上去去做一個觀察 那為什麼我要先從成交量來看 因為在過去 在前一波拉出這麼強勁的工資 當時的量能大家都還有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百億的量 這是很明顯的多方供給量 但是你看自從來到11668創高之後的壓回 平均的每天的成交量來看 幾乎 了不起接近五日量 不然就是少於五日量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看在最近的形態 幾乎就是一萬六上下一百點整理 差不多就是一個霞幅的整理 嗯 市場的光望的氣氛 我相信 可能在中美貿易的談判 大家也在光望 那畢竟漲了一大段之後 在這個地方 你說空手的 看了這一波上來了 要他再進去買 這個誘因好像又不大 好 要賣的 在先前 會跑的 獲利的賣壓 也有一些消除完畢 所以 如果以大方向來看 我覺得目前 短線上我們認為還是以比較區間做一個看待 好 這個是對大盤的部分 那如果以個股的角度 我會以不一樣的一個想法做切入 因為 因為個別股其實未接啊 漲跌幅明年的漲望性都不同 好 其實 走勢差異我覺得 慢慢就會拉開來 好 但是最明顯的就是一些漲多股 好 真的很多都出現的一些做頭跡象 好 不過有一些真的強很強 好 還記得上半年 我們在 直播節目分享給各位的這一檔個股 3680的加登 好 我說上半年我們談到的時候三四十塊錢 還是名不見經狀的股票 很多人說 欸老師這什麼股票量好像不多 好 知名度不高 經過這 不到半年啊 大概四個月的時間啊 從三四十漲到今天漲停 146 好 這個當然已經全市場都知道就是 這個EUV的光照盒了 好 台積電的一個 嗯 這個供應商之一 好 這個我們在日前就已經談論過它的利基性 好 我要給各位看的不是要你去追買 好 但你可以發現到 產業趨勢是維持正向的 一些低基期的個股就有機會噴出上來 我當時還分享第二檔 我那時候談到的叫凡旋 那時候十多塊錢 談完之後他還一度有震盪拉回 好 不過這個也是很給面子 好 這一波慢慢得到市場上的注意 喔 凡旋從四十幾衝高到七二七 好 這就是我要跟各位表達就是說 現在這個行情 絕對是可以操作 只是說你從什麼角度去切入 但是有一些已經做頭的 你還是要去留意喔 喔 這個四線的強勢股力 今天又發現 這很可怕 一個A字型的肩頭反轉 這種股票就是要避開了 漲多了 獲利的賣壓出來 那當然我們就要轉進我剛剛談到的 產業趨勢正確 有機會低基期補漲的 最近我們最常分享的一檔叫景碩 很多人說 老師這檔公司上半年 前三季都沒賺錢 你為什麼會推薦這檔股票 就像我當時推薦加登一樣 今年第一季那時候還沒第二季 財報沒出來 第一季只賺0.1元的公司 我推薦給大家 大家說這公司到底好不好 沒賺什麼錢 結果獲利營收開始爆發出來 股價就上去 我們看的是未來 景碩在明年 非常有機會有虧轉移 來自於一些 5G啊 SIP基板的一些相關的 需求都 都是看好 尤其5G端的部分 你說這家公司 我覺得以技術型態來講 這絕對在低檔 好 然後最近外資投信 動作也是比較偏於機制 所以 我說這些公司 我們看都是明年的轉機啊 為什麼會 談論到 就是我們對於明年 它的看法是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公司就是有機會 好 就是複製我們之前的一些 標股的模式 好 所以說你還沒有跟上來 甚至我們還有新的標題要進場的 都歡迎破檔的諮詢專線 080061588 最後頭站 操作順利 掰掰 本公司於所推介之個別有價證券 如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訂閱 請訂閱 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它用力的按下去 有什麼精彩的分析內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 可以觀看到過去的一個 什麼紀錄影片 想要提問 留言區的部分 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鈴鐺 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收看到 最及時的資訊跟影片 對